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是关于什么是游离体 游离体这个东西大家可能听的不是特别多 还有一个别名叫关节鼠 这个名字非常有趣 就是小老鼠小耗子那个鼠 这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说游离 为什么又说它像耗子一样 就是因为它来回来去的跑 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膝关节微粒 它可能是一个软骨的波脱 掉了一块软骨 然后它来回来去的跑 有的时候也可能是一个半月板 它撕裂之后脱落下来 然后在关节里面来来去的跑 也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关节的滑膜软骨流 然后就跟一个珍珠一样 它孕育出来之后跑到你关节里面去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都会造成我们关节内出现一些游离体的表现 那么游离体会有什么症状呢 第一就是弹响 第二就是我们关节的卡 有的时候说不定什么时候你这关节 它比方说进到你关节缝里了 它就动不了了 也有的时候它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位置 有没什么感觉 那么进行游离体的检查 一个是进行一些简单的常规的手法检查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进行影像学的检查 一般游离体如果它的密度比较高 我们是可以通过S光进行一个诊断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区别 西温节后窝这块 有的人它有子骨和这个要区别开 还有一些我们是通过核磁 比方说这个东西密度比较低的 是需要通过核磁来判断它的位置的 大多数情况如果这个游离体它是不稳定的 来不来去跑的经常卡住你的 是需要及时进行手术处理 把它拿出来的 进行一个小的关节镜手术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你不把它早点取出来 比如说跑这跑那 在某些运动时候 它就容易把你的软骨或者半夜板 这些好的东西都给你破坏掉了 那就麻烦大了